知道了,你也早点回去吧。 沐秀拿着车票就上了汽车。 县城车到了县城,从县城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到市里。 等到了市里后,沐秀又换乘到了去省城的汽车。 从早晨就开始赶路的沐秀,这会儿才算松了一口气。 去趟省城要转了好几次车,真的太不方便了。 汽车行驶在国道上,电波起伏,这路和后来的平坦的高速公路简直没办法比较。 在晚上的八点左右,大巴车摇摇晃晃地进了车站。 沐秀下车之后,经车熟路地又来到了上次的那个招待所里。 依然是上次那对三十多岁的中年夫妻。 不过店里看起来干净明亮了许多,沐秀仔细一打量, 原来是墙又刷白了一遍。 老板娘看到沐秀,立刻就认了出来。 她一脸笑容热情地迎了上来说道, 小姑娘,你又来了,还是住店吗? 老板娘,你还认得我呀? 沐秀笑着问道,这样俊俏的小姑娘,见一面肯定能记得。 老板娘嘴跟抹了蜜糖似的,其实是因为很少有人定单间的缘故。 沐秀不仅定了单间,还住了好几天,老板娘才对她记忆颇深。 老板娘,还有单间吗? 沐秀腼腆地笑了笑,有的,有的,你上次住的那间还空着呢。 老板娘更加热情了,嗯,那就还是那间房,再给我下碗鸡蛋面, 我先回房间,把行李放好再下来吃。 沐秀说道,这招待所的老板娘手艺不错, 上次在这里吃的鸡蛋面,味道感觉比她自己做的还要好吃。 给,钥匙,202。 老板娘打开抽屉,从里面拿出一大牌的钥匙, 找到了202房间的钥匙,递给了沐秀。 小姑娘,你放好行李就快点下来,不然面坨了不好吃。 老板娘叮嘱道,嗯,好的。 沐秀拎着行李就上了楼梯,打开了房间的门, 屋内还是老样子。 她放下编织袋,锁好门就下了楼。 老板娘端着鸡蛋面从后面走了出来, 放到桌子上,沐秀赶了一天的车,已经非常饿了。 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,汤都不剩下。 吃饱后,上楼洗漱,满足地躺在洁白的床上就睡着了。 等沐秀睁开眼睛,天已经大亮。 她从空间里拿出来牛奶和面包, 匆匆吃完,就背上竹框, 里面放着一些以前买的红薯粉条, 还有自己做的烟鱼和咸菜。 这次,她来卖这些,就是想先看看有没有市场。 沐秀结完账,住了招待所,坐上公交车, 第一站先去农贸市场。 农贸市场这回人来人往,正是人多的时候。 她选了个位置,将油布铺好,东西摆上,就开始叫卖了起来。 自家做的红薯粉条,筋道滑爽,吃过放不了, 大家走过路过,不要错过啊。 秘制咸鱼,回味无穷。 很快,沐秀的吆喝声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, 开始有人围了上来。 这是啥?像面条一样的。 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媳妇,挂了个篮子,蹲下来,好奇地拿起红薯粉条。 这位大姐,这是红薯粉条,可比面条好吃多了,这做起来可比面条费事多了。 沐秀笑着解释道, 红薯粉条呀,这是用红薯做的,我只见过湿的红薯粉,是硬邦邦的,怎么吃啊? 小媳妇有些好奇地问道, 以前我在北方的时候,粉条吃的可多了,说起来吃法,最常吃的,就是先用热水泡一下,就这样一把,能泡一大碗呢。 泡好之后,用五花肉和大白菜一起炖,喜欢吃辣椒的,再放上点辣椒,那味道,香。 围观的人里,有人说道, 来南边之后,倒是没怎么见过有卖粉条的,还真是个稀罕物。 今天,我这可要多买点。 那人继续说道, 大树,你真是见多试管,这个做起来还特别麻烦,要不是因为我爹喜欢吃,我家都不做。 这个红薯粉条也可以像面条一样,煮开之后,放上青菜,辣椒酱,咸菜,花生醋之类的,冬天可以加热汤,夏天可以凉调,非常的爽口。 沐秀不遗余力地介绍道,多少钱一斤。 那大树问道,五毛钱一斤,因为红薯本来就量产高和便宜,就是做的时候费点工夫。 后市纯正的红薯粉条也不便宜。 因为很多商家为了追求利益,用木薯粉来做,木薯粉又不好消化,又容易糊。 不似纯正红薯粉条那样又软又筋道,木薯每年还要去那些手工制作粉条的农家去订购,因此他也看到过粉条的制作过程,极其的麻烦和辛苦。 不过,木薯空间里倒是有一个制作红薯粉条的机器。 这机器是当初木薯准备回山里时,想着自己做红薯粉条用的。 之前,木薯并不是没想过自己加工红薯粉条出来卖,但是一想,这个粉条机需要用柴油带动。 加工五千多斤红薯出来,那要浪费多少柴油啊? 木薯还打算买拖拉机,拖拉机也要用柴油。 他当初摆密一书,把柴油这事给忘记了。 因为那会儿柴油很好买,木薯就没囤太多,想着随用随买,谁知道。 这次,木薯来省城第一准备买拖拉机,第二就是解决柴油的问题。 不过,木薯并不确定红薯粉条的销量如何,所以就先试试看。 如果销量好,明年家里的红薯就全部用来做粉条,今年各种条件不具备,就先算了。 这样贵啊,旁边的小媳妇惊讶地脱口而出。 大姐,十斤红薯才能做成一斤的红薯粉条, 而且,还要先将红薯做成红薯粉,然后才能做粉条。 这一步步加工下来,这个价格不贵了。 木薯诚恳地说道,因为当下,红薯一斤也就两分钱。 十斤红薯能做一斤粉条,那成本就是两毛钱。 加上各种人工之类的,木薯这价格也只是够本而已。 如果这个价格都卖不出去,那木薯觉得可以吸了做红薯粉条的心了。 嗯,行吧行吧,来一斤吧。 小媳妇从口袋里掏出钱袋,数出来五张一角地递给了木薯。